这种比较简单的东西反正很好吃 发现建材市场里边 有一家卖固鲜肉头的 据说老店很不错 来扒个草 素的三块钱一个 这是加饼的量 这个呢是牛肉的 八块钱一个 这是三份的量 各种香料加蒜汁 混入一口 牛肉啊 它这个卤的是比较偏咸的 用要加饼 豆皮是偏薄的 有辣椒面的味道 好多这个市场上 大功能 在这一瓶凉啤酒 来个小吃 又解渴又解烦 饼 很薄的 他们自己打的 要自己加 咳入劲儿加 家暴为止 饼是真酥 饼打的也好 能嚼到面的甜 其实像这样的小调 它很讲凉性 不给你出工减料 也不是说忽然要下 你像这样的饼 自己打香着八块钱一个 虾牛肉 可以的 跟老板两口 预期的口音很丢 然后这个饼是好吃的在那 大肚 清明 利口 这种比较简单的东西 反而很好吃 混沌是八块钱一碗 这个是它自己包的 有点像鲸鱼 但是明显这个头上 它包好之后冻了 没有煮得太透 它调的这个汤味 还真不测 混沌 混沌虾用了很大量的大葱 你就像在吃猪肉大葱饺子一样 汤好的味可以 混沌虾的味也行 就煮的有点轻 别的没毛病 像这样的小调 我们来 不要求多 就是味好 真菜实料